想要创造财富,就要懂得如何投资操作,寻找契机。 大来国际丁兆宇分析师,带你掌握股市的投资关键。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 财经关键晚报标股智囊团,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财经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标股智囊团,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费评,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大来国际投雇的总经理丁兆宇哥,来到我们现场,宇哥好。 废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来国际投雇总经理丁兆宇。 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今天台北股市开盘就直接下跌,五日均线是没有守住的。 另外我们的OTC则是先创了214.99点的高点之后,在9点半左右翻黑。 昨天的强势的族群包含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军工,还有我们的散热,还有我们的载版三雄, 甚至像高价股,像是我们的创意、世新还有M31也是走弱,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呢? 下个礼拜天我们的长假就要来,而且有五天哦,是不是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或者是你手上有股票的好朋友们, 是不是要先走一趟会比较好呢?赶快请见我们的专家宇哥。 我上个星期也跟各位讲,我说这个指数你如果长得太快,我会担心,我担心拉大出销,有没有? 那上个星期我也跟各位讲,指数真的出乎我的预料之外了,台积电带动过了高点了, 我本来预估这个高点可能是一个天险,一个关卡,压在这边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也过去了, 但是过去的情况之下,最主要我跟各位讲,是因为台积电弱势,它是不涨的,本来台积电是弱后大盘,对不对? 那它涨上去了,可是你发现涨上去之后,对不对?带动指数创高之后呢,外资的期货减码多单, 对,所以你要注意啊,这个盘其实有人,这个还是在上下起手啊, 对,那昨天的美国股市银行股大涨,这个第一公民银行, 有一个老牌的银行,他说要去买这个矽股银行, 用很便宜,大概这个100多亿的价钱,去收购它500多亿的一个存户的一个资产跟贷款, 这可以说是进场减便宜啦,坦白来讲啦, 那昨天银行股就大涨嘛,但是昨天的银行股看似好像拆占成功, 不过,我觉得市场上还在担心说会不会有其他的银行, 下一个,因为你不可能有无限多的这个第一公民银行去收购, 每一次一个银行爆雷就一个救世主出来嘛, 所以市场上在担心说还会有其他卫报弹, 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因为市场最怕就是不确定因素, 那第二点就是昨天涨金融,结果科技股回, 美国的这个像脸书啦,像是这个苹果,这个都下跌, 所以涨金融科技股走弱,这更加添了台北股市今天开盘的压力, 所以大盘今天一开,开就往下,那这是一个, 那国内的因素很简单,就是第一个,因为要长假, 五天长假,对,肺评跟大家有报告过了, 那为什么肺评这个问题很好, 那为什么长假,我们长假是下礼拜的开放啊, 对,六日一二三嘛,对不对,没错吧, 对,没错,礼拜五还要上班吧,要要要要, 那你要上班还要开盘呢,对啊, 今天礼拜几,现在礼拜二啊, 礼拜二奇怪,你跟礼拜五放长假, 你怎么多了,早了三天啊, 这个就跟一般他们所谓的这个结账有关系, 哦,结账,各位记得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我今天卖股票,我后天才拿到钱, 对,对不对,那我今天礼拜二卖掉, 礼拜三礼拜四可以拿到钱, 是,对,我礼拜四可以拿到钱, 礼拜四,好,所以这个结账卖压是今天开始, 到明天可能还会有一些, OK,就是我明天礼拜三我再卖的话, 我礼拜五拿到钱,对,对,对, 那我就可以避开这个下礼拜一二三, 一二三的三天嘛,我们不要讲五天, 我们讲三天,OK,对不对,好, 这个利息成本还有这个资金的一个考量嘛, 所以今天就开始,好, 所以一点都不意外了,嗯,明白, 好,那第二个就是, 哎,投信要结账了嘛,嗯, 集团也要结账了嘛,是, 快要三月,三月底啦,对呀, 所以刚好卡到这个长假, 所以你看像今天,这个五四二五台办, 对,杀得很凶,是, 我投信买一缸子,对不对,好, 3680的加登,前面投信买了一缸子, 昨天还创新高, 今天就莫名其妙走黑了,对, 对不对,这个补涨的资源, 3035的资源,哇,这个前天大涨, 昨天大涨,今天,哎, 开盘就掉下来了,是, 还有载版三雄当中, 3037的新兴,啊,对, 甚至昨天最强的骑红, 3017的骑红,有没有, 那这些就是属于这种集团, 或是投信做上的股票, 今天做的拉回,嗯, 好,但是我跟各位讲说,不用担心的原因在哪里, 我说第一个, 今年的行情, 除非是去年已经涨一大段的, 我举过一个股票, 我现在再讲一次, 有些股票, 像8996的高利, 去年已经涨一大段, 那这个除非有一个中期修正, 那否则短线上面来讲, 它算是高档区, 还有部分的生计族群, 但是大多数的股票去年都很惨, 对, 今年不会更糟, 好, 对不对, 所以你今年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跟去年比起来, 所以我认为拉回就是要买, 好, 好, 所以回到重点了, 那今天的拉回, 对, 就像是在有一句话讲了, 当退潮之后, 对, 才看得出来谁在, 罗勇, 对, 好, 也就是说, 摊在阳光下, 跌的时候才能看得出谁是真正有价值的, 能够经了起考验的嘛, 对不对, 来, 台北股市这四天, 请贝平告诉我, 这四天台北股市, 接近两千档股票, 最强的是哪一支, 来, 恭喜我们所有的天空朋友们, 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这档, 六五一七的宝胜光, 四天四根掌定板, 包含今天, 八天已经狂赚了57.5%了耶, 真的是天天都有掌定板, 真的不是梦, 所以各位, 我们回过头去, 我们再讲, 我今天不是叫大家去追保胜光学, 保胜光我在上礼拜四就跟各位讲了, 没错, 有没有, 我说他是整理完之后的第一根掌定板, 对, 我特别跟各位讲还会涨, 对, 然后我说为什么敢跟你讲还会涨, 然后我还把前面的原因跟各位说, 我说他在三月初的时候曾经见到高点, 对, 当时市场上也知道说他有切会到军工题材, 股价呢, 出生段也先涨上来了, 对, 可是出生段涨上去之后呢, 随着股价的短期的上涨, 他做一个拉回修正, 那请问各位拉回修正, 对于他作为一个唯一的光学族群当中切入到军工题材股票, 这个本质有没有改变, 没有, 那既然涨的时候假设啦, 假设你们之前很多人有听过保证光学, 涨的时候你敢买, 创新高的时候你敢买, 那拉回你为什么不敢接, 是哦, 所以我说我看到这个保证光学拉回之后呢, 我就告诉我的客户, 我说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来了, 所以3月16号的时候我带我客户进场去买, 买完之后他就慢慢垫, 因为他已经整理完毕了, 那一直到上个礼拜四, 他拉出第一根涨停满之前, 我9点半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客户, 我说第一个宏基之创新高, 大家安心续报, 另外保证光学在这里准备要发动, 那先前买的或是现在空手的, 不管新旧会员在这里可以同步加码, 我都跟各位讲过了, 我也请废评有念出那天的讯息, 对不对, 所以收完盘之后,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报告, 结果礼拜四涨完之后, 涨停满了, 你听我的这样跟各位做解释, 我说他前两个月营收还年征的, 而且他是高盟斗7M, 他具备双体材, 那你听我的节目, 你礼拜五你也可以去买, 你可以赚半支涨停满, 我们讲的很实在, 不是一支, 对不对, 你如果跟着我买的话, 你三月十六号买, 你这是已经先赚一段了, 可是你听我说, 这个地方还有机会再涨了, 你礼拜四收完盘, 你礼拜我去买, 你还可以有机会赚半支, 那昨天礼拜一, 你赚一支半,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抱着还会涨, 因为他是新股票, 他是双题材, 他不能融资融卷, 他没有借卷卖出, 他筹码安全, 他不能够当冲,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再一支, 没错, 你听我的节目, 你至少可以赚两支半, 恭喜大家, 对不对, 那如果你跟着我操作的, 我也跟各位讲, 你到今天为止, 你足足赚了57点5%, 而且只有8天的时间, 从3月16号进场到现在, 那我请费评帮我念一下, 其实我一样都是很公开, 跟各位讲, 我今天关于保胜光的这个讯息, 我请费评帮大家, 帮我念一下给大家听, 好, 这是9点21分的时候, 老师分享给我们的这个会员好朋友们的简讯, 老师说什么呢, 老师说, 恭喜6517的保胜光, 四天四支涨停板, 台北股市最强的股票, 请各位在涨停板, 卖出半数持股哦, 半数持股继续赚, 我会带各位价差操作, 好, 一个字都不漏的念出来, 我也告诉大家, 我乐于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今天在涨停板的时候, 我请我的会员卖出半数持股, 那另外半数持股继续赚, 因为已经脱离我们的成本了, 你第一天跟我去操作, 3月16号去买的, 我们71块4买的, 今天涨停板112.5元, 已经大赚57.5%, 那我今天在涨停板, 我卖出半数持股, 我剩下半数持股继续赚, 我讲白的, 这个几乎叫做什么, 立于不败之地了, 对不对, 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跟各位讲, 两个重点, 第一个拉回你要懂得买, 对啊, 对不对, 我不能在这边一直跟各位讲说, 你拉回要买, 拉回要买, 拉回要买, 结果大家就说, 就是这样听听, 其实有一句话, 言者尊尊, 听者渺渺, 对对对, 当然我认为各位听众朋友, 都是很有智慧的, 都是很有本质学能的, 做股票也都很久了, 可是各位, 你们犯了一个, 大家都会有的一个迷思, 就是股票买太多, 对, 还有一点, 你被当下的贪, 跟当下的怕, 绑架, 你被这个情绪绑架, 所以拉回的时候你不敢买, 因为你不知道说这个拉回, 是不是真的回档修正, 还是只是一个短线喜马, 所以宇哥一直跟各位讲, 我股票可以给大家, 可是操作我没有办法, 因为一定是事后在讲的, 你像保胜光学, 今天我涨停满卖掉, 我也是盘后, 再跟各位在做报告的, 对不对, 那我涨停满112卖掉的时候, 我明天杀下来, 我半数十股继续赚, 那杀下来之后, 我可以再做价差吗, 没错, 但最重要就是, 我在这里, 我的资金可以去买, 下一档股票, 对, 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有很多股票, 值得大家去布局, 今天拉回, 不要怕, 不要怕, 我再讲一次, 不要怕, 除了一些, 去年涨多股票之外, 好, 但是, 但是, 各位不要急, 好, 就是明天的开盘, 可能还会有一些些的压力, 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 很清楚了, 好, 我们今天就不再讲,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叫结账的, 关账的一个压力, 你礼拜三卖掉, 你礼拜五拿钱, 这个部分, 所以明天的上半场, 可能会有一些股票会震荡, 但是, 明天的上半场, 反而是一个最好进场的机会, 我跟各位做报告, 太好了, 也就是明天上半场, 如果震荡之后, 你跟着我去低接, 我跟各位讲, 好, 就有可能, 好, 天天都有掌停板, 哇, 太好了, 不是梦, 好, 好不好, 那至于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我待会跟各位来做报告, 那我们把时间, 先交換给废评, 好, 来, 天天都有掌停板, 不是梦, 老师说了, 明天是一个很好, 跟着老师进场布局的好时间, 到底要怎么布局呢, 不要忘记了, 打电话进来, 跟进老师的脚步, 马上回来, 亲爱的投资伙伴们, 我们的专家, 标股智囊团专家, 丁中宇哥, 在节目当中有告诉大家, 恭喜我们所有的天伙伴们, 台股最强的股票, 就是我们的6517的宝胜光, 四天四根掌停板之后, 八天狂赚了57.5%这样的一个获利, 这样的一个涨势, 天天都有掌停板, 不是梦, 对不对, 我们有在节目当中, 天天跟大家怎么样, 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喜悦, 老师说了, 不要只是分享喜悦, 你要参与在喜悦当中, 就是跟景老师的脚步, 老师说, 如果你没有跟景老师脚步进场, 来布局我们的宝胜光, 好不好, 不要忘记了, 赶快打电话进来跟上哦, 02359333, 02359333, 就是带来投入电话号码, 赶快拨通我们的专线, 02359333, 除此之外, 也要把老师的讯息24小时, 带在身边, 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 AT, 在LINE搜寻部分, 输入小老鼠133arygs, 小老鼠133arygs, 这样子就可以把老师的讯息, 带在你的身边了,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布局下一档好股票, 希望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飞瓶为您邀请到我们的专家, 听到宇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老师说了, 天天都有掌停板不是梦, 明天是个很关键的时候, 想跟着老师利于不败之地, 继续来赚下一档吗, 不要忘记了, 赶快打电话进来跟紧老师的脚步, 那天我们一定会想说, 怎么样来判定, 这个卖压到底结束了没有, 或者是长假前的操作策略,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来注意呢, 那宇哥, 长假前的操作策略, 大家大概都知道, 我们讲过就是明天的中场之后, 我们找好的股票进场布局, 所以明天开盘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先观望一下, 重点是你现在手中必须要有足够的现金进场, 不然你明天早上再调整持股, 你可能你想卖了A去买B, 结果你A可能卖到D, 各位懂我意思吗, 那个这样就可惜了, 那我就跟各位讲, 拉回要买, 我举个股票跟各位做例子, 其实这张股票来讲的话, 也是我们昨天前天进场布局的股票, 这张股票来讲, 今天逆势工上涨停板了, 这张股票就是3715的定影投控, 那其实这张股票来讲的话, 它在过去来讲的话, 它是做PCB的, 那它转型到车用的PCB的部分了, 那这张股票其实它在最近来讲的话, 都外资持续在做一个买进, 很特别就是, 当昨天它一个创高之后拉回, 呈现一个亮缩,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3715的定影, 对, 所以你看这张股票今天它整理整理之后, 利用大盘开盘在震荡的时候, 它逐渐往上攻击, 10点钟之后它拉到涨停板, 然后后来来讲在开开关关的情况之下, 尾盘大盘的压力还是在的情况之下, 它再度攻上涨停板, 所以这个就是跟各位讲, 一个长线多头股票, 你要把握它短线拉回的一个时间点, 我教大家一个口诀, 各位, 你听听比较容易记得, 就是这种长线的强势股票, 你要买在短线弱势的时候, 长线强势股买在短线弱势的时候, 各位记得这个口诀, 所以3715的定影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像今天就是, 它从20几块钱一路这样涨涨涨, 就攻上涨停板, 它也是低价股票嘛, 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有一个方向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市场上面就开始在传说IGBT的概念了, 因为今天不管是经济日报, 还是电子, 我忘记经济日报还是工商时报, 这两大半头条当中, 有一个在介绍这个, 另外电子时报的产业版, 它也介绍了特斯拉, 它要转做从IGBT这个地方, IGBT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MOSFI的进化版了, 因为它有MOSFI的优点, 但是没有MOSFI的缺点, 这个大家先记一下这样子, 那最主要就是, 台湾做IGBT的部分来讲, 厂商跟它做的大概有所谓的半导体, 以及像封装的部分, 比如说半导体, 这个855的蓬城就是被点名, 这档股票来讲的话, 今天这两天都很强, 855的蓬城, 市场上点名, 这个中美金集团的, 但是这个已经涨到199块钱, 快200块钱了, 那今天来讲出现一个震荡, 那你可以看到855的蓬城, 它是低档在年线这个地方, 往上重新再往上垫高的, 它整体的基期来讲, 它算是低的, 但是短线上的乖里大了, 所以这种强势股票, 你要买在短线弱势的时候, 而不是追到它今天强势的时候, 那另外来讲的话, 还有一档股票, 像是2342的帽系, 这个大家都过去所熟知的股票, 就是做IGBT的部分, 那另外我会准备一档, 市场上比较没有人知道的, 低价的IGBT的低价股, 所以不是像蓬城这样子, 已经高达200块钱了, 也不是像2342帽系这样, 股本很大很大很大的股票, 你看2342帽系今天其实蛮有趣的, 股本15.6亿嘛, 今天盘中功耀涨停板啊, 可是功耀涨停板之后呢, 这个尾盘涨幅就收敛了嘛, 涨不到半支停板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代表说, 这么大牛的股票了, 它会这样涨, 代表说这个题材是有可靠度的啦, 所以贸系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 这个股价今天最高来到49块2涨停板了, 那我要带各位, 我准备了一档, 20几块的, 低价股, IGBT的, 好, 那这个是各位明天一个机会, 所以我跟各位讲, 明天的上半场这档股票, 应该就会跟大盘一样, 会有所震荡, 那明天呢, 10点钟左右, 这档股票, 20几块的, 低价的, IGBT概念股,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 你可以看到像定颖, 拉回, 我们今天低价股, 定颖, 就攻上涨停板, 对不对, 套句, 我常常勉励大家的话, 你只要, 今年这一段期间, 你只要拉回, 你懂得买, 其实天天都有, 涨停板, 真的不是梦, 当然, 对不对, 那你选到了这种具备多题材的, 像宝胜光学, 它是光学族群, 也是唯一切入到军工概念的, 双题材的股票, 那宝胜光, 是不是最强, 它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涨停, 礼拜一涨停, 今天礼拜二再涨停, 台北股市这四天最强的股票, 就是听众朋友, 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宝胜光学, 而且我不是讲到今天, 我不是讲到昨天, 我不是讲到上礼拜五, 我讲到上个礼拜四, 我在四天之前跟各位讲的, 那各位如果你有听我的, 过去这段期间, 这些股票像德维, 像宇泰, 像是艾普这些股票, 你听我长期跟各位介绍, 你们都有赚到钱的, 那这档股票我说, 你们要好好把握, 你们是不是都赚到钱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跟着我操作的话, 3月16号我们买进71块4, 到今天涨停板105块钱, 我们足足赚了57.5%,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代金一定代出, 没错, 对不对, 贝银刚刚念了一下, 我给我客户的讯息, 早盘恭喜宝胜光, 四天四支涨停板, 请大家在涨停板, 卖出半数持股, 剩下半数继续赚, 我会带各位加加操作, 对不对, 我用背的, 我机会也是一致参念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 拉回要懂得会买, 那你们放心, 宇哥带进一定带出, 那现在我就跟大家讲, 不管是机欧股, 宝胜光你看到了, 不管是低价股, 定颖, 你也看到了, 两支股票, 我们今天都很开心的, 都有涨停板了, 所以大盘今天跌一百三十几点, 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去印证到, 我们选股的一个逻辑性, 我不是跟大家炫耀, 我只跟各位讲, 这个地方拉回, 你要记得我跟各位讲的, 拉回你要懂的, 你要会买, 你要会买, 好不好, 所以我帮各位准备了好了, 这一打IGBT的, IGBT的, IGBT的低价, 低价股, 股价只有冒系的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更不用像是蓬城这样子, 老师就涨了快两百块了, 股价只有蓬城的大概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啦, 那这档股票呢, 你一定要来点一起跟上我们的操作, 好不好, 我们把时间交上给费品牌, 好, 天天都掌停板不是梦, 想跟进老师的脚步, 明天在十点的时候,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这档IGBT的低价股吗, 没有人知道这档好股票, 只有二十几块, 人人买得起, 哥哥赚得到, 只要你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赶快播通, 也在谢谢宇哥, 在此聊节目当中, 谢谢各位,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停板, 财经关键晚报, 标股智囊团, 由大来国际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丁兆宇提供, 108年金管投雇, 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恭喜我们的会好朋友, 还有我们的忠诚听众, 尤其是我们的会好朋友们, 恭喜大家, 台股最强的股票, 就在我们丁照宇哥家里面, 就是我们6517的宝胜光, 四天四根掌停板, 八天狂赚了57.5%这样的一个涨势, 恭喜我们的会好朋友们, 我们的忠诚听众, 天天都有掌停板, 果然不是梦, 最后天我们老师今天, 也把我们的宝胜光, 获利一半放口袋了, 手上满满的现金准备跟着老师, 明天进场布局这一档好股票, 老师说这档好股票非常非常的厉害, 它是低价股, 它是IGBT的低价股, 而且市场上现在没有人知道, 只有二十几块而已, 明天在十点左右的时间, 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时间, 可以跟着老师进场来滴接这档好股票, 准备好了没有, 拿起来电话, 现在就播, 人人买得起各个赚的到只有二十几块, 赶快播通门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打电话咯!